别动啊 不能吃这个 现在不能吃至少啊 这个是准备晚上给他们吃的 不过在冰箱里面呢 它就比较凉 所以我就想拿出来 趁着有太阳 就把它晒一下 今天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到我把骨头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俩就在旁边 而我呢 要离开这个地方 看一下他们俩 是否能够一直坚持 不去动这两块骨头 这可能是对狗性的一种考验 有人说为什么不考验一下人性 我觉得放两块骨头在这地方 已经毫无人性可言了 所以就没什么可考验的 我把骨头放在这个地方了啊 不能吃是不是 不能动 贝塔 把这骨头收好啊 但是你自己不能去拿 是不是 他也卷知道 我在这儿看他们 我在这儿看他们 你啥意思 不是你俩上来干嘛 快点去守着骨头 把骨头守着别被人偷走了啊 说了这个骨头是不能动的 他们谁也不能动 怎么这么多的 我让你学来 时用一个那些 不过去的 不过去的 你学会 你学会 不过去的 你学会 不过去的 我学会 下方的技巧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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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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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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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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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贝塔不在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早就把骨头给吃了 贝塔 还守着呢 还一直守着呢 哎呀 走 吃些 哎呀 吃骨头 来吧 你又流口水了 嘿嘿 走吧 走 上楼 可以了 可以吃了 走 走吧 不守了 上楼去 上楼 来了 走 过去 你怎么做这么好啊 做这么端正 贝塔 你也做端正 哎 你的 拿走吧 拿走 拿走 你嫌大了吗 哈哈 你看你把骨头熟得好 然后你就能够吃骨头 是不是 好吃吗 贝塔 我觉得如果刚才的时候 不是有贝塔在的话 就这骨头放在一个地方 我在阿尔法看不见的地方 阿尔法肯定早就把骨头拿走吃了 但是贝塔一直终于直守 也没有坚守制造 所以到这骨头一直都 可以放在那地方 没有被吃掉 你看你一直想吃 但是又一直吃不动 吃了这么久就要那么一个小饺 你要那么肯巴 好